耐特的第一大隐患是伤病和状态,在被交易到火箭的六周前,耐特接受了膝盖清理手术,而就当外界以为他会很快看复时,耐特近日又接受了一次左膝盖手术。 去年夏天,耐特左膝盖时自认带受伤,也接受了手术,连续的膝盖手术,会影响球员的心态和状态,或去两个赛季耐特累计缺席了110小常规赛,九叔战争,第二大隐患是耐特的大合同。 火箭送走安德森,是不想被垃圾合同拖累,而耐特的合同也好不到哪里去,虽然合同金额低了500万美元,但还剩两年总价3000万美元,如果耐特不能上场大球,火箭不但要支付他的高额薪水,还可能无法进行二次交易。 这对于火箭名下是约哥登和继续补强来说是心惊空间的一大障碍,小将克里斯坚负出众,刚刚才打完了自己的第二个赛季,第八顺位也是强力的保证,但他也有两大隐患,一是他的表现不尽反退,场均得分从新秀赛季的9.2分降位了7.7分。 3分球命中率也从32.1%下滑,到了29.5%,首发场次从75场缩减为49场,太阳不会无缘无故甩卖一名年轻人,克里斯成长明显低于预期,克里斯的第二大隐患是性格,他是个愣头青,太阳队每次爆发冲突,都可以看见他的影子,总是热出麻烦,这让太阳管理层很不满。 而即便到了火箭,克里斯也有黑历史被挖,他曾在社交媒体上放次哈登只会摔倒核法球,这样的性格并不适合作为主力来培养,而即便是作为角色球员,火箭更衣式氛围也将面临挑战,虽然两位新员的麻烦不少,但起码还有希望,比刘夏拿着2000万美元当合同,却只能当观众的安倍森要划算, 之所以输火箭赔了是因为火箭送出了梅尔盾,这位新秀近日被太阳总经理称赞为最好新秀,可见其潜力,即便进攻端能力有限,防守端的统治力也足以成功,火箭送走的可能是下一个被俘理或者讨文端。 感谢观看